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的观众朋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宝贝站 本栏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湿水 如果您想参加本栏目可以关注伊贝斯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电视进入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等您来拿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情感故事 与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好 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著名作家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米娜老师 著名演员钢琴家郭嘉明先生 欢迎郭老师 还有我们大家的爱情导师涂雷老师 欢迎涂雷老师 欢迎三位的到来 接下来这对情侣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请看大屏幕 从我们认识到结婚 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薄 在一起越来越没意思 每天跟我大小生说话 时间长了 谁射得了 我不家不说 他还总是出去玩 连家庭观念都没有 我觉得都是他太挑剔了 到现在还有别的人 进入我们的感情生活 这样下去 我们的日子还能够继续吗 结婚没太久的夫妻 她没有怎样的困惑呢 来吧 一起认识一下 两位男女嘉宾 掌声有请 丈夫熊先生 29岁 来自湖北是一名公司局员 有请 妻子王女士 30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财务人员 有请 欢迎你们 结婚几年了 三年了 我们是06年相识的 第三年结了婚 结婚了之后 我们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 其实结婚之前 她这个人挺善良 挺单纯 而且心思很适应力的 但是结婚之后 她整个人就感觉 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以前对我呵护有加 但是结婚之后 连陪孩子的时间也很少 她结婚之前 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那个时候就挺着女孩喜欢的 现在她就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这个部门 就一起也就四个人 其中三个都是女生 还有一个旅农师 就比她小两岁 这个女生呢 就离我们家也住得不是很远 就大概十多分钟吧 他们每天上下班 就一起上下班吧 当时我也觉得就是同事嘛 而且她也是那种非常挺热心快肠的那种人 就没在意 就上下班就上下班嘛 就顺带嘛 反正咱们家都离得都不远 但是有一次 她跟我吃饭的时候 就无一之间透露了 这个女孩就问她 就问你不觉得你结婚你后悔了吗 你没觉得你老婆越来越老 现在越来越丑了吗 这样的婚姻生活有意思吗 当时我就觉得来气了 我们两个人过生活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她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吵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吗 我直接回绝了她嘛 我要她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嘛 那你直接回绝就完了吗 怎么回家还告诉老婆呢 我只是说让她知道 我在外面遇到的事 我跟她说嘛 其实当时她这样说了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了 但是有一次呢 他们就是大概两个月之前嘛 他们公司都已经翻了家了 就是现在回家 也得至少也得半个小时的车程 有一次吧 我要跟他们公司附近去办个事情 就顺带坐他的车一起顺路吧 她当时就在家支支吾吾 就不停地拖时间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还不去吗 你公司上班的时间都来不及了 她就说我们等一下走的时候 估计还要稍微顺路绕一下 接下那个女同事 我想怎么回事啊 当时不跟你说得很清楚吗 少跟这种人接触吗 你当时不是答应我 保证得好好的吗 怎么已经搬了公司了 你已经离家很远了 还要绕路去接她有一次吗 因为我们公司的情况属于做一个金融公司嘛 然后我们属于企业主 就专门是做企业贷款这一块的 然后我们的主员是个女生 因为女生对客户的交际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有时候上班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接她 因为有些 比如说一个案件的话 我们要及时地沟通 去了公司 直接就可以把效率提高一点 是因为这种情况 刚刚买的新车是为了方便你 到公司上班方便 或者你就这新车 就直接接送她一个人 我自己都没怎么做 直接坐新车还是算了 还附带你这样一个 高达威母帅的司机吗 有这种事情吗 然后还有一次更离谱的是什么 有一次就是我直接 已经早早地下班了 就是那天说好 跟她要一起到奶奶家 去接孩子的 然后等到我 看她开车出来的时候 是直接她的女同事 坐在副驾开出来 而且她的女同事 还直接招呼 姐姐你过来坐后面吧 我当时气得呀 我就恨不到 把那个女的扯下来 我就说你怎么回事啊 当时就觉得 她们同事在场 我就觉得算了 还是忍一忍吧 然后回家之后 我就憋不住了 我就问她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了少 跟她接触 直接我们今天去接孩子 她还直接做副驾了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她支支吾的还说 其实这段时间 她一直都在接送她 然后觉得这段路 有一个女同事 陪着她一起聊天 还蛮开心的 我就觉得这个女孩 是不是想占你的便宜 想做那种细水长流 有所企图的事情啊 企图啥 企图就真正地做副驾呀 就明智言顺呢 不可能呀 你没看见 你后来发火了之后 我就没有接送了吗 真的吗 真的 不是你每次说 我会每次 我不可能说 每次去跟踪你呀 就是你之前 也是承诺过我 我有必要去骗你嘛 你接送她 但是之后还是被我状告了呀 老婆终于生气了哈 警告你了 不许再接送了 副驾驶是我的 你执行了吗 执行了 现在执行了 她说她再不接送 别人女孩了 但是就是过了 这段时间之后 她在家好像 就对我有很大的意见 动不动就会说 你怎么随便说个什么 都大吼大叫的呀 其实我现在就想问你了 就是从结婚之后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基本上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带 每天二十小时都是跟着我 其实你每天都说 你回家之后很累很忙 回到家就坐在沙发上 玩手机 要么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 到了晚上 要你跟孩子冲个来份什么的 你那个呼声 比打雷还要响 根本用脚踹都踹不及你 我当时我就在想 这孩子到底是我一个人 还是你的呀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每个人 哪个人心里没有情绪 没有脾气呢 换做是你 你也会这样吧 上班好累呀 我每天早上那么早 还养家 我也上班啊 我送完孩子之后 我也去上班了 可是每天晚上下午 还要改天改天地 回来接孩子啊 我一个人带孩子 真的很累 可是我没有在你面前抱怨过 为什么是一个人带孩子 你是干嘛的呀 因为我的工作下班很晚 有时候都是八点 九点钟才下班 所以说就是平常就是他 对孩子辅导多一点 上班的时间我也就不说了 他星期六星期天 他其实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特别爱玩摩托车 就是之前 其实我们结婚之前 他有一个摩托车 但是结婚之后 他又换了一个公路赛 花了八九万块钱 其实结婚之前吧 我觉得男人 有自己的爱好没错 就是你不可能 这个男人 没自己的爱好 但是毕竟你现在结婚呢 结婚之后 是要以孩子为重心 你要想要为孩子以后的教育 做打算 要为孩子都着想一下 做一点什么 理财呀 投资啊 定投啊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何必要把这些钱 都浪费在这些玩耍之上呢 你觉得这是玩耍吗 这是一个梦想 作为一个男孩子的梦想 你的梦想在这里 我们的梦想呢 星期一到星期五 你要上班 星期六星天 你有你的 那我个孩子成了什么 我每个星期六星天 有一天是陪你们呀 你给我一点空间不行呀 我觉得我给你的空间 已经很多了 而且我不是那种 喜欢挑事的人 有的事情 我能自己看 我就自己看 我从不在你面前抱怨什么 他还有什么事 让你挺失望的 不能接受的吗 其实他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很喜欢 丢三落四的 之前嘛 没多久之前 刚刚跟他换了一个手机 结果他跟同事 出去喝酒 坐第一次回来的时候 就落在车上 就忘了 这都不说 然后他坐地铁 他有时候远一点坐地铁 别人同事 跟他送的那个围巾 然后他也掉在 那个地铁上了 还有 就是有时候 和家人出去吃饭 我在家带孩子吧 我就不想出去 我就说 你给我们带点吃的回来吧 结果他是人回来了 吃的没带回来 你放心他单独带孩子出去吗 这个哪能放心 单独带孩子出去啊 那要是把孩子弄丢了怎么办 我到时候找你哭着 要的回来呢 女儿也是我的呀 我怎么会把他弄丢呢 可是你这种 丢三落四的毛病 你改得了吗 这么多次了 妻子说 有时候情绪不好 你发现了吗 发现了 结婚之前 还蛮温柔的 但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我觉得我们两个交流 越来越少 然后他的脾气越来越大 好像找根一样的 不是有个电影叫找根女友吗 那也是被你逼的呀 我就在想 我们之间到底 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 这样的生活 有希望吗 当我发皮的时候 你也觉得会不好啊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情绪 我没有地方发现 没有地方倾诉啊 你照顾过我的感受吗 九年了 算是个小坎吧 对 但我相信你们的感情还在 只是找不到 更好的相处方式 让老师们帮你们 度过这个坎 来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其实在婚姻里头 这是很头疼的事情 当妻子越发地觉得 丈夫不如 自个儿所以为的那样 成熟 照顾自个儿 然后要求就会越多 妻子要求的越多 数落的越多 丈夫就会觉得 你像他妈 不像他老婆 然后两个人 就会陷入这样的 一个恶性循环里头 永远都停不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 男人很容易 被小姑娘们 弄得五名三竅的 愿意跟小姑娘们 一起聊天 不是因为小姑娘 是知己 而是因为能够 在小姑娘眼睛里头 找到赞赏 欣赏 崇拜 感兴趣 这种眼神 我为什么会希望您调整 是因为您也是孩子的妈 我们都是孩子的母亲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里头 你都不能一味地靠 吼 批评 严格要求 来使你的孩子成长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连孩子你都知道 该鼓励的时候鼓励 该引导的时候引导 该温柔的时候温柔 该蹲下来说 蹲下来说 该抱就抱 该亲就亲 该爱就爱 该护就护 该凶就凶 那么你对他 也应该是这样 你应该三头六臂地使出来 各种面都调度起来 不能够永远一副面孔 对着你丈夫 你调整了以后 也许他能够有一点调整 我从他上来 我在他的脸上 就读到了 你的人物性格 读到了一句话 我就这样 你能拿我怎么地 因为我是学表 我是演员 我是搞表演的 我是研究人的 我看你 他是这样的 所以 他会很抓狂 所有男的 你要相信 都喜欢自己身边一群 异性的女孩 围绕着他的 大哥 哥 不一定 图雷老师绝对不喜欢 我认识他都十几年了 我相信图雷老师 年轻的时候 他也一定喜欢喜欢 哥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也就十几年前 再年轻 那图雷老师 你太太厉害了 反正就是 我以为 我觉得他一定是这样的 那个女孩一定是 哥 哎呀怎么样 你哥 这一叫他哥 他心就化了 那我相信那个女孩 他对他也没有什么 太大的意思 就是觉得 哎这是我同事 然后我哥 然后这样 他也觉得 哎我有身边 有女孩挺好 然后回来 他跟你说 他其实 一是他比较坦证 二一个他要跟你炫耀 我哎 我身边还有一性的女朋友 还有一个第三 那是当他体型也变了 不再在绿音场上 引起那么多人 关注的时候 对 他在讲给老婆听 你看还有人崇拜我 他在找回 那么一丁点 被关注的感觉 所以说既然现在 你已经选择结婚了 成立一个家庭了 OK 兄弟 你要放弃你的愿望 因为你已经 有一个女人 还有个孩子 有两个家庭 家长 是需要你来维护的 这群人需要你 你有你自己身上的责任 男人一定要担当 有责任 不能说我无所谓 对不起 这是你的老婆 我觉得他作为老婆来说 他是称职的老婆 是的 是吧 是的 我觉得你们没有问题 你们我真的很祝福 你们有美好的未来 谢谢 郭老师说 男人都喜欢小女孩 围绕着自己 叫自己一声歌 鼓得都酥了 都化了 然后刚才说 问我会不会 当然也会 年轻的时候 当然会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学会了两点 第一点 是控制住自己内心 丰富的情绪 这叫做内敛 第二 我们认清了 这所谓的歌歌歌的背后 其实有很多 除了崇拜之外 更多的是利用 人家不会给你常呆 只有老婆才会 跟自己常呆 难听的话 全是从老婆嘴里出来的 但是为自己好 而所谓的甜言蜜语 其实背后是更多的花招 现在很多人鼓吹说 如果不爱了 为什么要绑架自己 让你也难受 我也难受 为什么不彼此分开 去寻找新的恋情 这话听着好像也没错 但是我认为第一 爱或不爱 人常常是迷惑的 人常常容易糊涂 容易走错路 所以一时半会儿 你让他想清楚爱或不爱 往往想不清楚 往往会被眼前所谓的爱 冲昏头脑 而忘记了曾经的爱 而且在我看来 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比爱情更值得珍惜的 那就是亲情 有多少爱情最后不必演变成亲情呢 爱情固然值得追求 但是爱情真的足以让你忘掉 所有该珍惜的一切吗 爱情是最珍贵的吗 我会认为是 尤其是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三四十岁以后 我觉得亲情远远比爱情的温度要更高 更平和 更让人舒服 更绵延 更长久 第三我想说的是 当男人们总是说 我也要工作啊 我也很大压力啊 我也在付出啊 但你有没有尝试的去观察过 在中国大部分的一些家庭当中 女人总是比男人要苍老很多 男人总是经得起老 而女人总是老得快一些 为什么 除了第一 女人除了要工作 还要操持家务之外 还有第二 生理的问题 生了孩子之后 更多的皮肤的暗淡 又或者是工作上的压力 又或者是油烟酱醋 都会导致女人要老得快一些 所以我就特别不明白 当一个人在你面前说 你老婆丑的时候 你有什么资格诋毁我的老婆 你居然还把话传给他听 他的苍老不是因为这个家吗 如果这些活都是你干了 你在家里做饭 你带孩子半夜还要进来 去哄他睡觉冲奶粉 那会儿年轻的时候 他老的是你 是他干了这所有的一切 是你导致了他的苍老 所以当别人说 你老婆又老又丑的时候 你除了愤怒 只剩下愧疚 他的苍老是我造成的 是我无能 我没有尽到 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才让我的女人 变得越来越苍老 我应该做的是 让他更多的去买保养品 让他更好地去 美丽自己包装自己 而你呢 你是想着自己的摩托车 做人呢 要讲良心 内心得常怀愧疚 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 我就最痛恨 现在有些男人 结了婚跟没结是一样的 他觉得结婚 就是找一老婆做老妈子 然后生一孩子 我该玩玩 该挑逗小女孩 挑逗小女孩 家务活该不干我还不干 我跟原来一样 我告诉你 你做了 你找老婆 不是为了你生孩子 是为了跟你一起相伴到老 你是找了一个伴 你是找了一个 在这个生活当中 长期相互扶持的人 而不是在家干活 可以百般地忍受你的人 当他每次 对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就应该反攻自行地 去想想 他为什么会发脾气 而不是说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发脾气 我觉得我已经 比我单身汉的时候 够忍耐了 你看我已经 一天七天我都玩 现在我就玩一天 摩托车怎么了 那谁让你要当爹呢 你别结婚 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但你一旦选择了婚姻 对不起 那就意味着 有孩子和老婆 需要你去照顾 所以我说了这些之后 我不是为了斥责你 我是告诉你做人的道理 就人的这辈子 就是这样过的 老着老着就死了 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奉献给了家庭 英国首相邱俊尔 说过一句话 就如果你想你的男人 往哪个方面发展 那你就站在 站在那个方向 跟他说赞美他 否则的话 你要不然的话 你这样下去的话 他只能离你越来越远 在生活当中 除了斥责 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方式之外 如果你当你觉得 这种方式已经没有用了 说也没有用了 吼也没有用了的时候 你也从反面的角度去想一想 谁不想听好听你的 谁不想听一句 老公你最棒的 是吧 哪怕就是一天说一句 老公你最棒 他不至于骨头都化了 但多多少少 他会为之动漏的 我也希望待会儿 你可以说一句老婆 你老是因为我不对 就这样 老师说完话 你挺认真地看了老婆一眼 我错了 好 有什么话 接下来我们 好好地说一说 好吗 来 接下来共同进入 黄金60秒 从相识到相知 到恋爱 到结婚 到有了女儿 我知道这一路 我们走过来 也有艰辛 也有甜蜜 我也知道了自己的错误 跟自己不对的地方 我还请老婆李月亮 就算船飘得再远 她总有一天 要回到港湾 你就是我的港湾 你就是我的那个分塔 希望 你可以往未来看 不要再看到我的短处 我带了一个礼物 有此机会 我想送给你 天哪 什么礼物呀 看一下在黄帝60秒 这先生送来 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 这个是我们 当时结婚的时候 那个结婚照片 这张照片 我都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我都好久没有 见过这张照片的 但是没想到 她今天 从今天起 把这张照片 不光是放在前夹子里 还吊在车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倒后镜上面 然后那个女人 坐那儿坐得不自在 知道吗 副驾驶就是老婆坐的 那是黄后的 专属位置 所以呀 其实最珍贵的 都在你们的手心 好好去呵护 回到门背后吧 来 回去再 短暂的思考一下 接下来的生活 怎么做 两位请回 请关门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BBTV 俱利 爱奇艺 收看本期节目的内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呢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 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 本期节目的内容 好 这对夫妻 他们将做怎样的选择呢 请开门 来到中间 既然两位都出来了 是想好好地过日 对的 先生 你必须得跟老婆说一句 刚才她问你 你有考虑她的感受吗 你要告诉她 我现在认真的考虑了 可能是什么 你的感受 好 来吧 我们请出小花头 谢谢 谢谢 老婆我爱你 你不要离开我 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不要再累负 很无所谓的表情 这样对我了 好的 好 来共同见证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我们一起来见证 好好抱一下啊 好好抱一下 谢谢 哎呀 再抱会儿 再抱会儿 这也将成为你们 婚姻中的珍贵的纪念 留作影像资料 老了 看一看 多浪漫呀 好 请亮灯 药宝师 易卫师 这是易卫师 为爱情保卫战 专门设计的 白色恋人系列 送给你们 送给女士 谢谢 好好保养自己 做最漂亮的妻子 好吗 加油吧 两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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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这对 很有感情的夫妻 他们能够越过 这个小小的坎 收获更多幸福的 情感经历 好 接下来的这对情侣 遇到怎样的困惑了呢 一起来看大屏幕 请看 一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吧 挺好的 特别关心我 渐渐的 我发现她和游戏 越走越近了 搞得我心里特别难受 每天上班 下班的时候 都在玩游戏 我自己坐在一旁 什么话都没法说 我觉得和她在一起 没意思了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好了 我觉得她这个人挺好的 但是她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和我吵架 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 心情不好 但是她不理解我 我就会偶尔玩玩游戏 消遣一下 我们相处一年多了 说分手 我觉得太严重了 我不想分手 现在很多男孩都喜欢 玩游戏啊 打游戏 电脑游戏 手机游戏 因为游戏 让女朋友提出分手的 自己对号入座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 先认识一下两位嘉宾 掌声 有请 男嘉宾小张 25岁 来自山东 是一名销售 有请 女嘉宾小钟 22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认识吧 其实还蛮有缘分的 我有一次 跟我一个高中同学聊天嘛 聊天天南海北地聊嘛 聊到谈爱这个问题上 我的同学就问我 最近有没有谈对象 我说怎么了 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然后就把他的照片 给我发过来了 是我高中同学的战友 当时看着吧 还行吧 我想就出处试试呗 然后就要了他QQ号 加上他QQ之后 我也没当回事 然后就有事没事地聊一句 然后后来吧 他就追我 然后就那么好了 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嘛 他整个人也特别好 就是说 因为他比我大几岁嘛 然后有些事都考虑得比我周到 有时候跟他聊天嘛 无意中说起的话 他也会记在心里 我说我喜欢吃蛋挞 然后他见到我的时候 就给我把蛋挞带来了 当时我很开心 我觉得他特别体贴 特别靠谱 我就觉得 可以走在一起的那种 以前嘛 我们就是整天聊天 然后也不会腻 后来有半年的时间吧 我就跟他聊天 他就说 我有事先忙了 你自己先玩 然后我电话打过去 要不就是不接 或者吧 接了电话 就说有社会说 没事我就挂了 刚开始肯定聊的比较多嘛 然后各个方面需要 多了解一下 然后聊的都比较新鲜 然后关键是前段时间吧 跟朋友 然后玩游戏 组建了一个战队 然后用手机呢 开语音 开黑 一起玩游戏 然后玩着玩着吧 他就经常打电话 一天打好几个 反正也没什么大事 我一想你不能耽误玩游戏啊 打完再回呗 然后给挂了 但是我打完电话就 立马给他把电话打完事了 那你还是把游戏 先玩玩游戏才给我回的电话 你就不能暂停一下 然后先接我电话吗 你整天你一天打四五个电话 也没什么事啊 那我还不能找你说说我心里的难受了 你就整天陪游戏 你陪游戏重要还是陪我重要啊 那肯定你重要啊 那但是玩游戏 我也不是为了消遣一下嘛 有时候工作压力大 或者是有些其他方面 那你跟他聊聊天 就不能算是消遣吗 吃饭的时候吧 有时候跟他吃饭 然后他就说他游戏又赢了 然后五个人开黑 把对方怎么给坑了 然后获得获得怎样的战绩 你说我一个女孩子我也不懂啊 然后就整天说他怎么怎么样 他也不关心我生活怎么样 我还憋屈呢 我心里还难受呢 我自己一个人站着待着 你也不理我 那你是跟我谈恋爱吗 那我周末不也是陪你吗 那我跟你说游戏一些事情 不也是跟你分享吗 分享一些我的小快乐 那你还是分享你的呀 你怎么不关心我呀 有时候吧 我和同学朋友什么的 出去一块聚集什么的 我们几个女生小聚一下嘛 他就嫌我喝酒 然后呢 他整天玩游戏也没空陪我 那我还能怎么样啊 那我不陪你 你也不能出去喝酒啊 女孩子没事就喝酒 那都不好啊 万一你们喝醉了 谁来保证你们的安全 你呀 你还当过兵呢 他就玩游戏 喝多了就找不到了 还怎么保护啊 反正现在也不经常跟我聊天 然后我感觉他跟游戏谈恋爱去了 我就跟不存在差不多了吧 以前吧 我跟朋友出去看电影嘛 然后他给我们订票 然后选座什么的 然后去接我们 那时候朋友都可羡慕我了 说我找了一个好的男朋友 当时我也感觉特别幸福 那后来就是逛街的时候 手机都不离手 然后一直在那玩游戏 我去试衣服去了 出来喊一声不答应 然后过去戳一戳 他问问怎么样 他就随便敷眼睛 还行行 那就拿着吧 或者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我就感觉太没意义 你们女孩子换衣服 一般都一二十分钟 然后像我们男的 就在外边啥等啊 闲着没事 然后有手机 然后我玩玩小游戏 怎么了 然后坐哪儿 那么爱打游戏啊 因为之前吧 就是跟朋友 战友啊 的联系方式 还没有说通过游戏 这个途径上来 后来吧 偶尔的我发现了 玩游戏 还是确实一个 维持关系啊 保持联系的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联系方式 然后有了战队之后 可能那一段时间 玩得比较迷 因为我是学生嘛 所以我在学校 然后平时上课 时间都挺紧的 然后我想 还是假的时候 出去转一转玩吧 他说了没时间没钱 然后让我自己看着办吧 没时间没钱 这玩着游戏也花钱呀 还得买装备呢 那也总比出去旅游花得少呀 你每个月买游戏装备 花多少钱呀 万七八糟的 一个月一千差不多 不知道的钱都没了 一个月吃好的吧 也没说特别好 就吃泡面呗 因为哪有时间呀 一局接一局的 然后就整天吃泡面 自己也不知道 心疼自己的身体 你一个月花一千块钱 玩游戏 然后告诉人家 没钱去旅游 这谁听了能不气呀 我觉得他脾气 还真挺好的 这不是最重要的 这谈有多久 一年多吧 生日礼物都没了 那以前就是没有生日 或者说很特殊的一天 他都会给我一点小惊喜 小浪漫什么的 后来到了生日 人家都不记得 过生日那天 不是跟你一起出去吃饭了吗 那吃饭就行了 过过生日就吃顿饭呀 那礼物 没有礼物怎么能行啊 礼物平时不也有给你买吗 平时 那过生日那天也是没买 那也是后来才补上的 那后来补上 比当初你自己买了 它能一样吗 那你心里有我没呀 心里有你呀 反正游戏比我重要 我看 整天跟游戏处着呢 我就被晾在一边 问他 然后我说行了吧 打完这一局 打完这一局 再来一局吧 然后就又下一局又开始了 一开始就四十多分钟 四五十分钟 我也在那傻等着 你也没傻等啊 你不是可以看吗 就让我无聊在那看游戏 你说我能看懂吗 就看他拿手标 他还气得要命 他在那玩游戏 打不过一个人了 杀不死的一个人了 还气得多久 那我知道什么事啊 你有没有想过 他既然那么喜欢 又没时间分享 你也学学游戏呗 跟他一起玩 他喜欢钓鱼 然后想让我陪他钓鱼 本来我的性格 就不适合钓鱼 他也让我说的呢 你看着 你看我钓鱼 又是一种煎熬 听起来好像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啊 但是这个游戏 确实成为你生活的大部分 精力投入的地方啊 女朋友肯定是不满意的 怎么办呀 听听老师们 给你们出出招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打游戏也没有那么糟糕 你担心他接下来的日子 永远跟游戏在一起 也不可能 因为他不是在玩游戏 他是在跟游戏那一方的 他的那些朋友们一起玩 但是大家都是要成长的 玩一个游戏 基本上也可能就是一个 半年到一年的一个周期 兴趣也就没了 他们发现这是一个无底洞 花钱需要越来越多 时间需要越来越多 以及战队的人 有了各自的兴趣爱好 目标和重心 发生转移的时候 战队一散 他们这个就玩不下去了 如果想再进入一个新的游戏 还得再重新认识 一批投机的人 或者是跟老朋友们约好 所以很难 我认为他的这一个游戏 最多也就是两个月到半年 会挂 然后队一散 心又回到你身上 而我认为你可能迷恋的 也就是当时战友们在一起 身边有人有兄弟的感觉 那么女朋友知道了这个 可能就会在这些方面 能够帮助他一点 帮他找找感觉 可能他也就会觉得 也还挺好 游戏里头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共同爱好 你希望谈恋爱谈恋爱 这个人还能陪你谈 但这个人呢 他进行的事老是什么 女朋友你闭嘴 你也不见得一定都是 女朋友说的你都懂 但你贡献一双耳朵 你贡献一个聆听的表情 你认真地听他说话 让他发泄 那么对于他来讲 他就觉得得到足够的重视了 而如果你愿意更努力一点 他最近聊什么电影啊 喜欢什么类型的东西 你也跟着去看两眼 那么女朋友自然就会觉得 我男朋友太好了 我们两个人还有的话聊 有的话聊 才是你们能够走下去的 一个最长久的一个保证 好 谢谢米拉老师 我今年在俄罗斯 拍了一个电视剧 然后呢 我的里边有一个男生 是戏剧学院刚毕业的 然后他演一个很好的角色 那个角色很出彩 是个喜剧的角色 他刚毕业想争取这个角色 他争取到了 他演我的徒弟 我就怎么会让他演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俄罗斯拍也换不了人了 导演都想把他换了 后来我明白他为什么演成这个样子 他每天回房间不看剧本嘛 就马上回到他那个游戏世界里 他喊然后干嘛 有一天我去路过他房间 找他在里面打游戏呢 整个三个月他都那么过来的 他失去了他很重要的角色 后来把他的戏全部都给删掉了 他的梦想什么 想成为明星啊 每一个考上电影学院 考上戏剧学院的学生 梦想都是成为大明星 可是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他就没有了 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说 要衡量一个男人成不成功 就看你业余时间在干什么 游戏耗费了我们很多时间 你要分清现实与虚拟的世界 你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中 你要谈恋爱 你要工作 那个成就不了你的 他耗费了你大量的精力 有很有可能一个很爱你的女人 他就离开你了 我相信他起码是一个很有梦想 很有想往前冲的一个女孩 那有一天他把你的距离 拉得很远的时候 你想把拉都拉不回来了 真的 谢谢郭老师 初雷老师 如果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话 或者是感情是需要经营的话 你们经营得非常惨淡 在这个舞台上 但凡是上来的嘉宾 无论是爱恨情仇 总能够找到燃烧的感觉 你们没有 你听男生说 捋什么油啊 那么贵 还不如我买装备 女生说 你打游戏个钓鱼 我都不喜欢坐旁边 我没啥事 但如果会谈恋爱的人 会这样吗 有情趣的人会这样吗 种种事物 不是你的兴趣爱好 你总能找到乐趣 关键的是 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它就变得有意思 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 从来没有看到过迫切感 在这个场上 我们经常有人看到 吵得面目全非 哭得嘻哩哗啦 那是因为在乎 我没感觉到你们很在乎啊 他喜欢喝酒 你就说你别在外面喝 家里边点了俩小菜 我陪着你喝点的 你喜欢打游戏 别在外面打了 在家里边网上也可以联盟啊 对不对 你可以教我一点简单知识啊 如果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燃烧的人 你会知道那种感觉无比奇妙 所以又何必浪费在这儿呢 图老师说完哭了 有时候 未必我们一生就能够遇到那样 轰轰烈烈 撕心裂肺 特别投入执着的爱情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 平淡一些未尝不可 关键真得 爱他所爱 想他所想 这是爱情基本的要点 所以听听你们黄金六十秒这么说吧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从开始到现在 虽然没有想象中 谈恋爱那么美好 但是我发现 我们终究要走到一起 因为我感觉我们都是对的人 不要去在乎那么多 就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继续走下去 我相信我 我也相信你 时间到 请亮灯 请回去吧 短暂的思考一下啊 慢一点 请关门 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 刻骨铭心的爱情 轰轰烈烈爱的天崩地岸 那么平淡的 简单的 陪伴和相守 是不是爱情呢 这对情侣思考得怎么样了呢 她们的抉择是怎样的呢 请开门 冲啊 像你打游戏一样冲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捕你 从今夕后 你会是所有 都出来了 分不开呢 你看 我会老师说 你们都不够爱 她使劲哭现在 证明是爱你的 她哭得要你抱抱她吗 对呀 我相信你没有自己 能够相处下去的方式 关键要看你们 在以后的恋爱当中 是否有智慧了 好吧 来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 慢一点 来 给我吧 谢谢你宝宝 谢谢 别摔倒了好吗 慢一点 我们共同来见证一下 你们的浪漫和美好吧 一起来见证 你看这姑娘们羡慕的呀 浪漫吧 哎呦 亲手不行 说了亲手不行 亲手不行啊 亲老门也不行 好 请亮灯 要保持一辈师 这是一辈师 为爱情保卫战专门设计的 白色恋人系列 它代表着浪漫和爱 收下吧 好好保养自己啊 希望多一点浪漫 少一点游戏 好不好 回去吧 再见 有些爱可能就是简单平凡的 但是简单平凡当中 也许会有伟大的力量 有些爱情可能轰轰烈烈 但未必能够持久 所以呢 他们的爱情是他们的 让他们去好好走下去吧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师爱情保鲜记 爱宝官媒网友提问的说 平时和婆婆的矛盾很大 大多是因为孩子 实在不想和婆婆一起住了 但是不在一起住 这孩子就没有人看了 怎么办呢 又想马儿跑 又想马儿不吃草 既想求助于人 又不想受制于人 这怎么可能呢 谢谢涂雷老师 谢谢 本栏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一辈师冠名播出 要保湿一辈师 一辈师谈润保湿水 如果您想参加本栏目 可以关注一辈师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辈师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涂牛 涂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涂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勒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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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